在我国有这样一座特殊的大桥 不允许停车拍照 武警全天把守 路过的司机更是纷纷向大桥旁 一个孤独的桥墩鸣笛致敬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它就是川藏县上最悲壮的大桥 怒江大桥 1953年 十八军在修建怒江大桥时 一名战士失足掉入刚刚焦住的桥墩中 战士们想尽一切办法 也没能将它救起 最后只好含着泪将它住进桥墩 1988年 怒江又修建了新桥 老桥已经不再使用 但仍旧保留着 这个由小战士身体凝固成的桥墩 成为总力在滔滔江水中 一座永远的封碑 时至今日 每当有汽车经过这座桥墩时 都会鸣笛以示敬意 然而更令人心痛的是 1958年 川藏公路正式通车 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 10万驻路人参与建设 共有3000人牺牲在了这里 平均两公里就有三个人牺牲 这些数字 至今看来仍让人眼眶发热 这奇迹工程的背后 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今天恳请刷刀的朋友 都伸出大拇指 点亮红心加关注 向剑桥的烈士们致敬